作为打工仔,现在最重要就是,看一下自己饭碗找不稳妥先啦,看你打工那间公司找不稳妥先啦。 做的生意是不是收拾去一个客啦?如果你间公司,占六七成的生意是,是服务国泰的,或者港龙的,那你都打定心理准备,预备稳定part time或者,想一些其他的路数咯。 所以现在在那些便利店的雪糕,越来越便宜,一百元百杯雪糕。你坐飞机,吃完个飞机餐之后,都有杯雪糕给你呀嘛。 现在这么多杯装雪糕,到时不知怎么办呀,去不了飞机那儿,现在去完我肚子那儿。 所以即是,大家要明白啦,到到今时今日,个局势已经很清楚,一步一步行回我之前忧虑的东西走到出来。 你现在再想回回头,去年七月,我说香港气数已尽,当然那时发生政治环境,其实我的判断基于,正经两方面,第一包括就是话,在美国乔伊的年代做了这么多年, 特朗普都不肯退,还要继续加码,这个是第一步,环球金融将暴入一个引爆那个炸弹的危机。 时间已经到,中美贸易战影响到全球经济,个供应或者贸易的状况,这个引致,如果中国经济一稍为放缓,或者倒退,它无需退,即是由个GDP7点几一路降落来。 全球经济都会受累,这个就是去年见到的东西,香港自己,在个政治事件那里,那个想法,或者中间发生的过程,一定会拖爆香港经济,即是俗称揽炒,揽炒得香港,香港就死定了, 外围都还可以齐心去顶,内部分裂,撕裂,或者做一个损害,直接损害各行各业,新计的一个做法,就一定死定了。 最大的问题就是,我当时的判断,就是并不如很多人所说,大陆没了香港不行,这个我到今时今日都很坚决地, 说给大家听,你们是种了一些人的毒,人家是误导你觉得,中国大陆没了香港不行,到今天, 不就是这样咯,深圳做引擎咯,现在,所以其实你去年年中,去完6月,6月开始,我觉得还有得救,但是就觉得好担心,7月我已经无担心,因为知道这张单要埋,去年讲的一起埋这张单,现在就埋着啦, 真是没错这张单,所以大家要明白,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,有些去年讲非常之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, 就是说,我要,我叫大家这么上下年纪啦,有积蓄的资产,怎样去保护自己的资产,怎样去将资产配置,立于不败之地,将来香港,就要靠这分力, 大家一人一分力,来到他重建,走的,不用想啦,你自己为自己啦,我亦都不觉得有问题, 即是你跟我的意见,买黄金啊,避过这个灾劫,跟着移民走,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开心, 因为始终对香港感情,个个人不同,我们这些,活了五十几年, 由这儿,由穷开始挨上来,挨到今天,中间付出很多心血,我不想所有惹赴珠流水, 化为乌有,所谓的化为乌有不是自己的钱,是香港那个给我们的回忆, 所以我一直都很强调,大家是要,怎样去避开,或者防范着来紧的东西, 有心有力的,到其时,爆了当的时间,看一下怎样执回它咯, 不是空口讲白话,也都不是无的放弃,有些人就说我,即是老而不, 不靠年轻人再冲上来,怎样建立,但是这一关,不是那么容易捱, 如果你没捱过,由零开始,或者起个跌落底,再起回那些经验, 你不是那么容易捱,在我们的成长年代呢,是还是睡碌架床的年代呢, 你由一张碌架床,变到有自己一张床,再有自己间房,已经很开心, 现在那些小朋友,有自己间房,又有工人姐姐, 去呵护住他,然后呢,在那些小独幼稚的年代呢, 听那些幼稚园老师说回呢,在今时今日幼稚园学生呢, 他们问苹果是什么颜色的,他们所有小朋友说是白色的, 为什么苹果是白色的,因为每次这工人姐姐批好苹果的皮, 切好了一块块在里,不是给个苹果个仰他,所以是很多人呢, 他们没曾捱过,现在假设,有个好不幸的个案, 就是一个国泰两公婆,又要供楼,又要刚刚买了楼, 跟着一起失业,假设他小朋友,要由车入劍, 由现在生活要downgrade,未必捱到, 以及一个情况,就是说,大家那个求生能力, 即是等于,很多的海龟, 它们枯发了出来,BBB龟, 它们落海即刻就要野外生存, 如果你捉了它回去, 人工去枯发跟着一路在, 在个动物园里面, 你放回出海,它是生存不了, 即是个道理就是一样, 我当然不是说, 即是说,老而不达, 要继续霸住所有的利益啊成日, 讲真,去到这些环境, 都不想做啦, 但问题就是说, 你不是撑住, 你后面怎样可以进步呢? 香港, 你问我, 我看着见证着这57年, 中间起跌跌每一个风浪, 我会判断到一些东西, 这次就不是那么简单咯, 这枝外内外夹壁, 加上无助的情况之下, 而过去20年香港是退步足20年, 真是, 你问我, 我批过头我都是跟你这样讲的啦, 香港是退步, 2020年, 整体上, 当然有些人是进步的, 可以自己有创造到, 但是大部分人平均的价值, 是退步, 是那些楼价进步了, 当然这个是一个主因, 也都要痛诚厉害的,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当日阿斯老板说那句, 如果政府大量建公屋, 八成人有公屋住, 香港就沦落, 我说不是, 如果八成人有公屋住, 香港就创一个新的天地, 你不用为层楼, 而放弃所有的创造, 梦想, 事业, 你专心就发展事业, 发展个生产力, 这样才可以的, 你明不明啊, 你帮地产商, 你要明一样东西, 香港今天就是因为你们, 还有很多其他暗手东西, 我不说啦, 即是其他搞到香港, 这样就是你们问题, 拜拜!